这一点我们看一下如何将数据输出到一个XML文件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使用StacksEventAtomWriter 这个AtomWriter的一个具体的子类来实现将数据输出到XML文件 下面我们具体实现一下 首先呢咱们还是穿进一个Ball 比如说叫这个AtomWriter是吧 AtomWriter 咱们是要XML是吧 OK 那么在这里呢咱们还是将数据库中的这个数据读取出来 然后写入到某一个XML文件 所以说呢从数据库中读出来的数据我们需要转换成Customer对象 另外这个启动程序我们也给它拿过来 OK 那下面呢咱们这个 因为咱们这个读数据还是从这个数据库中读 所以说呢我们还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是吧直接使用它 这个从数据库中读的这个GDPC Paging AtomWriter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拿过来 OK 这个读啊咱们就这个相当于已经解决了 下面咱们写一下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呢比如说咱们叫XML AtomWriter Demo Configuration 我们把这个考过来 首先创建一个任务 咱们这个任务呢就叫在后边加一个Job 接下来我们使用这个Job Builder 来创建任务对象 嗯 决定Job的名称 Snap 决定 Snap 最后Builder 下面我们创建一下这个Snap 创建一下Snap 全线改成Public OK我们使用这个Snap Builder 来创建Snap 来创建Snap对象 点Snap Snap的名称 接下来Chap 嗯咱们是数据库中是100个是吧 每次处理10个 那同样咱们读出来的转换成是Customer 输出的那当然也是Customer OK 然后Reader 这个读咱们就用这个 这个读是吧 我们是从数据库中读的 那看一下他创建的这个对象的名称啊 叫DB GDBC Reader 名字别弄错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用一下这个名字 然后把这个Field创建一下 然后再给它注入一下 OK这个读咱们就搞定了 接下来按一下输出 Reader Reader呢咱们 咱们是写入到XML文件 输出到XML文件是吧 比如说咱们就叫XML XML XML 嗯 AtomWriter OK 最后Build 那下面我们处理一下这个输出就可以了啊 怎么输出到XML 我们把这个成员创建一下 OK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名字 创建一个输出的Class 比如说叫后边加个Consig OK 它作为一个Page 我们最终要创建一个对象啊 来 像把数据写入到XML文件 刚才咱们说了 这个里边我们要使用Stat Event AtomWriter 啊 要使用它 所以说我们返回这么一个AtomWriter 的一个子类对象啊 那接下来 刚才我们在这个里边注入的这个啊 注意 可以要一下这个名字 两边名字要一致啊 我们用这个名字 那么创建的对象啊 就叫这个名了 而入 那下面咱们看一下 那在这里边 从数据库中读出来的是Customer对象 我们需要把这个Customer对象 转换成XML格式的 然后再写入到这个什么 写入到XML文件当中 是吧 那这里边很显然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什么 Spring 提供的那个Mashaller啊 来实现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 Stacks Event AtomWriter 好 接下来 接下来的操作呢 我们就是用那个Mashaller了是吧 前面咱们已经用过了X Stream 什么 Mashaller 咱们创建一个Mashaller 注意 这一次是把对象转换成XML 是吧 上一次呢是把XML 转换成对象啊 这整号相反 所以这个就不带安了 是吧 直接创建一个Mashaller OK XStream Mashaller 咱们得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E-Line 给它加入一下啊 这个E-Line 我没有加 我从别处考一个 又需要加入那个什么 Spring OXM 和这个XStream啊 把这两个E-Line 要加进来 这两个E-Line OK 咱们回来啊 这时候就可以导入了 那么 咱们利用这个Mashaller 啊 我们需要指定什么呢 我们得需要指定那个什么 我们 你知的是一个它的层面对象 我们要指定它转换成XML之后的 那个像每一个节点的那个标签 是吧 相当于那个Aliance 这个是Mash 这个是Mash Stream啊 只是Class Aliance 你有一个还是Mash OK OK 然后接下来 我们指定一下标签啊 标签的名字 也就XML XML里边每一个Customer节点的那个标签的名字 这个是通过Put方式 是吧 标签咱们就叫Customer 就是一个Customer 对象 OK 把这个指名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给谁 给这个Mashaller SetAliance OK 接下来 我们通过这个Writer 还得指定这个插买了文件的那个跟标签啊 这个是用SetRoot SetRoot TagName 跟标签 我们叫什么 CustomerS OK 然后 再把这个什么 Mashaller SetMashaller 给这个Writer OK 那么 我们指明了这个标签和对象的对应关系之后 我们还得指明写入到哪一个插买的文件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F盘下有一个叫 这个的插买的文件 我们要写入到这个插买的文件当中啊 接下来 Writer.setResource 是吧 指明这个文件 然后New FileSystem Resource Pass 一传就可以了 嗯 我们最后可以再check一下 检查一下 是吧 AfterProfit Set 最后返回一下Writer 对象 OK 这个就是啊 把一个对象转换成XMAL 是吧 我们使用的是Mashaller 啊 然后啊 写入到XMAL文件 那咱们去这个什么 创建一下这个文件啊 在F盘下 咱们创建一个叫Cast XMAL文件 扩展名是XML OK 那这样 这个数据的读取啊 和数据的输出啊 咱们就都写完了 那咱们这个创建的输出的这个对象 叫XML AtomWriter 我们在Demo里边是吧 这个名字给它 好是一致啊 然后给它注入一下 PolyFile OK 下面呢咱们运行一下这个启动程序 好了完成了 咱们去这一个下边看一下这个文件啊 看一下 是不是XMAL文件 跟标签是Customers 是吧 每一个Customer 是一个 是吧 这儿 一直到这个什么 到这儿 是吧 这描述的是一个Customer 到最后啊 一共是什么 100个 啊 第一个的 它的ID是1 好的 这样咱们就实现了啊 把数据库中的数据 以XMAL格式 写入到XMAL文件当中 好的 这一讲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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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